大家好,我是蒋鹏 大家好,我是陆宇鹏 真正开始应该是高音下学期 就学习声乐 音乐版就在音乐版里面接触声乐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是系统开始学习 所以跟以前就是下唱的还是不太一样 其实很多技巧或者是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 理论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让自己也是更加的 大家好,我是蒋鹏 大家好,我是陆宇鹏 真正开始应该是高音下学期 就学习声乐 我呢,是 就在音乐版里面接触声乐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是系统开始学习 所以跟以前就是下唱的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很多技巧或者是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 其实是让自己也去更加的 能够学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吧 我呢,是 大家节目里开了一个小玩笑 我是今天27岁学了28年的生意 因为我父母都是唱歌剧的 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 从小听,听一些古典音乐 然后,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父母从来没有想过 让我去唱歌在小的时候 但是,怎么说呢 有人说是说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一个自然而然的 一种学习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变完声之后吧 小的时候 因为所有的同声都是女高音嘛 然后唱一下儿歌之类 我还记得我第一首歌是蓝精灵之歌嘛 然后,比较正式地开始学习 每一声唱法大概是从高二开始学习的 我觉得挑战当然是有的 因为可能对于我来说 之前比较熟悉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舞台 就像很多人说的 演话剧跟拍电影和电视剧还是不同的 我们要熟悉机位 或者是怎么样去熟悉运用麦可 或者是很多的一些舞台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哦,跟电视上的一些东西 因为舞台上的东西跟电视上的东西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因为可能舞台上的一个呈现 更多的是一个情感的这么一个串点 它是有一个起程转合的 但是电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给你有一个准备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对,像我的话应该正好相反 因为我的舞台经验比较少 所以我最大的挑战应该就是如何在舞台上面能够全面的展示自己 或者是能够适应舞台吧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挑战 其实我选择路雨蓬是因为我觉得从专业的一个角度上来说 因为我比较了解路雨蓬的声音 所以我知道他的声音的容厚度跟我非常的高 我觉得从专业上去说的话 我选择路雨蓬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因为毕竟是二层唱的 不是说两个人谁要出彩 而是两个人怎样的去合作更好的完成一部作品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管是从专业 还是从舞台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都是我在考虑范畴之内的 用你给我的翅膀飞 我懂这不是生悲 再高都不会累 我们都说好了 用你给我的翅膀飞 我感受一时安慰 乌云也不再多 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太好的美食吧 大发飞的任务 最棒 好样的雨蓬 帅 你最棒的 唱的特别好 加油 雨蓬 加油 你们让开 你们让开 好样的雨蓬 你在那儿一直唱我一首歌 她是有点吓到 我没想到 对 其实我当时有点帮 我是后来看了正片 看了那一期之后 我才发现 假如是从上面跑下来 跑下来 我当时我就感觉好多人给我们抱 给我们抱 但我没有特别太注意到 但我记得她那句话 就是 你一边唱我一边一直在哭 我那时候还有一点 问好 为什么 那我呢 是当然 因为啊 就像我说的就是 林 我们录制的前一天晚上 然后 才给我发信息 然后我就跑到她的屋里 去找她 帮我扣歌 对 然后说 哎呀 没有自信 我说哎呀 这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当时 我的一个感觉 我真的觉得她的声音 有打动到我 我觉得她那首《孤果爱》 真的是有唱到了我的心里 所以我就觉得 可能是 为她高兴的 这么样的一种心情吧 然后冲下去 给她一个拥抱 我觉得更多的是 给她一种鼓励 她给予我的帮助 当然是 比较大的 几乎都是她给予我的帮助 没有 因为 怎么说呢 就感觉跟她 跟她一起搭档 特别安心 这个是我心态方面的 第二方面是 技术方面 她真的能够 让她可以撑住这个场 她的声音的运用 特别的娴熟 所以 反正就跟她一起唱 特别的 特别的放弃 对 我觉得陆宇鹏给我的帮助 是从情感上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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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就像我说的 我一直在说 跟着你到天天这首歌 是陆宇鹏先唱的第一句 我觉得她 给这首歌奠定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情感 一个基调 因为陆宇鹏的声音 非常的干净 非常的真诚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在陆宇鹏 就是给予我 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她先感动了我 我才能用我的声音 去感动观众 看着你 走到天边 挽着手 祈祷永远 沿着那岁月 最留下的路 你走到天边 其实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这些称谓 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我觉得这些都是 观众们给予我们的爱跟支持 对 所以我 从我自己的方面来角度 我不介意大家 去叫任何的一种名称 我觉得表达爱的方式是不同的 只要大家关注到我们生物人机的栏目 支持我和陆宇鹏 还有其他36位成员 我觉得这样 34 34 对 是不是不好 其他34位成员 我觉得这样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开心 对 哎呀 没有什么回应 就是小哭吧 这个就可能小不小的这个另说 对不对 但是 我觉得 可能是我们所有 对我学表演类的专业的这样的 不管是学生啊 还是演员 歌手 学艺术的吧 对对对 比较感性 比较感性 我觉得可能就像我说的 我表达的比较的容易 但是我接收到的也很快 对 所以可能这个是一个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把双刃剪 你不可能说是 哎 我能很好的运用自己的感情 在声音里面去感动观众 而接收到的东西都是很少的一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成正笔的 也没有什么回应 就是 我也不想哭 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和的歌 其实类型的差不多 都是长线条的书类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想试一下 节奏快一点的明朗一点 或者是音乐剧的歌曲吧 对我觉得因为我们 两首作品在舞台上呈现的 其实从情感的表达上 还有作品的风格上面都比较的类似 一个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强项 情感的表达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想成为观众更多不同的一个可能性 对 所以可能在节奏上 或者是从语言上面 可能更加轻快一点的 然后说风格上多变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后 都想要进行尝试的一些方面 对 没有 就其实我 胡子 就今天化妆师还吐槽 我说你下次能不能把胡子刮一下 对 我是 其实这个可能是在美国更多一些 因为要知道 白人跟亚洲人 他整个骨骼的一个结构 还有我们的一个皮肤的一个状态 都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在 谢谢 你在演出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上台的时候 如果是你让白人的化妆师帮你去化妆的话 可能就 就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也是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要照顾一些自己的形象 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所以 这个可能是在美国更多一点 但是我们节目组的化妆师都非常的专业 所以就是 现在 懒人 哇 我还蛮多的 体育一类的我都喜欢 体育一类的我都喜欢 对 其实我有共同运动 我是不得已才为运动 比如说 觉得最近比较肿 那就是 骑个单车 平时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躺 就是懒到就是做都不想做 就是回到屋里就躺 对 就比较怎么说 活性 嗯 就是还是 嗯 希望各位观众还有粉丝乐 好好实习天天向上 然后 当然了 还要持续关注我们 生人心的栏目 每周五晚8点10分 然后一定要锁定湖南卫视 还有爱奇艺和芒果TV 来 对于我们节目 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关注 嗯 我希望大家 在 呃 这个节目 结束以后 可以 如果有努力的话 或者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尽多可能的 去剧院里面看医院剧 或者去看内生 嗯 所以美国伦風 美国伦风 勉腆 嗯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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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较爱吃 加烦 感性 爱哭 头套 哈哈哈 我就知道你要说了 大 我就不答 大 我对陆宇鹏最初的印象就是 我们在车场 对我们一起去一个车场 对去一个车场 然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他当时戴一个帽子挂一个耳机 就特别腼腆也不太说话 就腼腆是吧 腼腆 我第一次见他 我觉得他特别的健谈 然后很能说 然后一直在找话题 一直在跟我 就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哥哥还挺好的 就那个问题在什么 我第一次跟你说广东话 对他问我一个广东的一个 香港还是广州 广州的一个地铁站的一个名字 就是海亚咱某 对然后就认识了 没想到后面会在一组 对挺巧的 最深刻的一些表演 我觉得最深刻的表演 可能不是对于对方 而是我们两个的那一次表演 就是跟你到天边 我也去 嗯 我吧 我这个人首先比较的懒 我谁都不备注 对 就是因为很简单 我现在就是经常联系的人 都会在上面 上面 所以我就不是很 对 我懒 那我这个人比较理性 就每个人的备注 必须是本颖 好 认真吧 嗯 你说什么方面的能力最强 对 不是 不是 我那意思是说你 你一下把我问出 你是说唱歌还是你 唱唱歌 唱歌 对所以就 clear try 对 嗯 唱歌方面 我觉得总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长处 嗯 我觉得话从刚刚接到来有点怪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 然后当然每个人也有缺点 但是综合来考虑的话 我可能比较欣赏阿云嘎 嗯 嘎嘎 嗯 对 因为我们也接近过合作 嗯 所以我觉得他从音乐的处理上 声音的运用上面 而且更多的是他对于他自己 因为他自己的人生经历 不是那么的一帆总顺 对 所以啊 我觉得他对于所有歌曲的 这种和歌词的一种感悟 嗯 我觉得更加更加的深刻 嗯 所以我觉得阿云嘎 对 你的颜值 颜值啊 还有颜值 对 我觉得在年轻组里面 鲁语鹏应该是 算是一个比较颜值的一个担当 不然外国 你觉得年老组呢 年老组 年老组呢 那就是 鲁语鹏 虽然他比较小 打开一大招 对 比较小 比较小 对 对 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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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然后很喜欢这种感觉 而且我觉得他 对 而且他处理 处理起来很细腻 就这种反差感让我很意外 然后 颜值吧 滑浊吧 滑浊吧 嗯 爱奇艺 越想品质 对 对 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小